3月14日 甲林范晨晨对爆未婚生子 迅速引起网友润意 有人晒出聊天记录针 甲林真完了 对方还表示孩子爸爸是范晨晨 继续为网友透露 消息是某电视台台长传出来的 范晨晨和甲林并没有结婚 只是恋爱生子 该网友直言 甲林有一段时间没出来亮面 之后又碰了不少 怀疑是产后发福 警里则有人表示 如果是姐弟恋正常 但未婚生娃不能够接受 对此很多网友直呼太过离谱 还有人直言 我更想知道 这样的消息真的会有人信吗 或许范晨晨看到了她和甲林的绯闻 她发了一张自拍照 并配文 把嘴闭上 一次回应网上的传闻 有网友调侃 甲林看到这个消息 估计半夜会笑醒 终于有话编新闻了 与此同时 有粉丝透露甲林目前正在拍戏 怀孕生子的消息是假的 说起来 甲林这段时间确实又碰了不少 但怀孕生子估计不太可能 不过甲林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现身 但传出怀孕生子确实很离谱 既然范晨晨已经否认了 大家还是谨慎之瓜吧 对此 你怎么看呢